s等于2s加1分之4s减3 则l' of 2等于多少 有第二个意思呢 那么首先我们来求函数fs的一次导函数 所以也就是l' of s 那么就会等于 那么根据公式 所以分母那么就是2s加1 整个的乒乓 那么分子的部分就是4s减3 我们先把它为分 所以这里我们先把它表示一次 也就是说4s减3 我们为分一次 那么再乘上分母 是2s加上1 减掉分子不为分 所以是4s减掉3 再乘上把分母为分 所以就是2s加1 那么整个prime 那么因此就会等于 所以分母的部分 就是2s加1整个的乒乓 那分子4s减3 为分一次得到14 所以4乘上2s加上1 再减掉 这里呢4s减3 不为分 那么2s加1为分一次得到12 所以把2乘进来乘给4s 再减掉3 那么因此就会等于 我们来画减 所以就是2s加1的平方 那么分子这里是8s 再加上4 减掉了8s 负负得正 所以加上6 所以就会等于 那么2s加1 整个的平方 那8s消去了 所以分子得到是10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来计算 f'2的值 意思也就是说呢 我们把s带2进来做计算 所以分母的部分呢 就是2乘2 4加1 得到呢 是5的平方是25 所以呢 是25分之10 我们再来把它约分5 所以呢 得到是5分之2 所以题目呢 要来求f'2的值 我们计算结果得到是5分之2 那么选项B呢 五分之2 因此呢 选项B 就算我们的答案